我寫在旁邊的,那個落管寫在旁邊 如果你寫在旁邊 落管寫在旁邊的話 它的情況就是 那個字也要相對大一點 不然落管也不好看 就是說你寫的時候 大概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,這邊 假設這邊落管的話 假設 裡面落管頭 那個文字大概是在這邊 你拿一下 這邊 就你寫的時候大概是 這個樣子 你拿一下 寫這邊 然後這個落管 來,寫 四個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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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寫 簡單 四個字 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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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你發現我寫的那個字 是相對比較大 哦 比較大 反便落管 可是如果你寫一邊落管的話 那個字更要大 就是說如果那個字 你一點就會落管 可以 如果你那個字是小的 你懂得意思嗎 寫得很鬆啊 如果你這邊落管 那這邊太鬆了 你懂得意思嗎 所以你寫的時候啊 你寫這個 你寫這個 雲三的時候 它會不會很重 是嗎 雲 你看看嗎 所以不要寫太小 因為這樣我落管 在這邊 才不會寫的 哦 啊 啊 風 看到嗎 啊 因為我寫這個筆的單 你看看啊 我用這筆寫的時候 我就要按的比較多 看到嗎 你看我按 你看我可以按到 按到這邊 你知道嗎 通常這個一個筆 如果你按到三分之一 OK 你一貫的三分之一啊 就表示你已經按得很重 好 就是這筆比較厲害 當然你按 你知道按重重 就是比當 魔神比較快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大筆 沒有寫小筆 大筆小筆 你提起來寫 沒有那麼魔神 可是小筆寫大筆 當然會比當 魔神 那瘦嗎 你看 也不可以寫小 不過你看 這樣寫的話 你看它就很夠 就大氣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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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就比 這個我寫的比較 比較 比較好 輕一點 輕一點 這個沒有 沒有 不感覺到這個要開槍了 呵呵 沒有一次按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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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一個比較 比較 比較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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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 因為我寫兩邊 我錄管這樣 我可以寫 一個 可是如果 我寫面錄管這樣 你也是寫的小小 又又 細細 寫不住 所以 看筆錄管 而講 錄管 有這個 稍微的 好 對 這樣 而且 你 你 都敢不可以太輕 知道你可以 從這邊開始 好 再拉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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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這個 鞋 打在這邊擠下去 就能夠很遠 這樣 去 打滿 來 你為什麼沒有寫對聯? 第一個對聯你寫的時候,你放膽去壓著自己 如果你沒有練大智羅,你寫自由就是 你一直踢踢踢踢,不敢跳 如果你練這個,你練你的膽 男生鞋會比較 不會啊,你看今天那個王明啊 你看啊,他的四色胖胖 因為他老冬,我們一冬就是